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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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讲呢 在中国各方面的医疗啊 以及洗牙的费用跟美国比呢 还是非常便宜的 下面一个呢 我想来分享的呢 就是谁给你洗的这个问题 在美国呢 给你洗牙的 它叫Dental Hygienist 在中国呢 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呢 就是 中国好像没有太有专门的Dental Hygienist 给我洗牙的时候呢 有两个人 一个呢 就是牙医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助手 这个呢 也是跟美国的一个差异 像美国呢 這個Dental Hygienist 它是专门去过学校 受过训练 专门来负责帮你洗牙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想来介绍一下 在中国和美国洗牙的 这么一个大致的过程 在美国呢 你去了牙医诊所之后呢 它会先来帮你做一个简单的查体 比如说会帮你量血压 来简单看一下你的牙齿有没有问题 那么当你第一次去一个牙医诊所的话呢 它是一定会给你拍这个牙齿的片子的 来存档啊 看你这个牙齿什么情况 之后呢 就正式开始洗牙的过程 这个洗牙的过程 首先呢 這個Dental Hygienist 会用一个探针来给你量你这个牙周带 你可能会听到他会说一些数字 一到三呢 是比较健康的 一个牙齿的一个状态 那四呢 你可能就是稍微会有一点肿胀 那么大于五 就证明你这个牙可能会有一些 稍微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牙周病 好 那当他给你量完牙周带之后呢 就正式开始这个洗牙 首先呢 他会用工具 来给你做一些scraping 就是帮你把牙齿上的一些牙菌斑 给你刮掉 刮掉完之后呢 他就会给你polish 之后呢 非常仔细的 来给你的每个牙齿 来用牙线来清洁 最后呢 他就会给你这个牙齿涂浮 Fluoride treatment 这个呢 却是在美国一个大致的比较完整的洗牙过程 那么在中国呢 我去的时候呢 首先是拍片子 拍完片子之后呢 虽然我是第一次去这个牙医诊所 是他的新病人 当他看到我的牙齿没有蛀牙 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 就直接开始了洗牙 我去的这个牙医诊所呢 是没有给我量牙周带的 洗牙的过程呢 它呢 是用到了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它是一个 这个瑞士EMS Airflow 它是用机器来给你洗 这一点呢 跟美国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美国呢 是Dental Hygienist 他受过了很多教育和训练之后 他用手能感受到你这个牙齿上 牙筋斑的位置 他会用手给你刮掉 那么在中国呢 它是用机器来给你洗 我当时问了给我洗牙的这个牙医 他说这个机器能洗到牙齦下面2毫米的位置 所以呢 当你这个牙齦 如果2毫米以下还有太多的脏东西的话呢 你这个机器可能是洗不到的 下面的这个过程呢 跟美国是一样的 它就会给你Polish 然后呢 我的这个牙医 它是用那种短短的 像一个牙签一样的牙线 简单的在我牙齿上用了一下 然后因为我上下牙齿呢 都有这个舌侧永久的保时器 它呢 当时有点不太清楚 怎么跟我这个带保时器的牙齿 之间用牙线 那么在美国呢 我的这个Dental Hygienist 每次他都是用这个Threader 来帮我上下牙齿用牙线 当时给我洗牙的这个牙医 它是好像不太熟练怎么用牙线 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在中国洗牙的这个经历 所以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虽然跟美国相比呢 缩减了几个步骤 好 那么下面呢 我想结合我自身的一个经历 来谈一谈在中国和美国呢 对牙齿护理的一个 这么一个看法吧 在美国呢 其实大多数的人都非常注重牙齿健康的 大多数的人呢 都是会去牙医诊所 定期的清洁他们的牙齿 那么很多家长也会在牙科医生的建议下 给他的孩子从小有需要的话呢 就会戴牙套 美国人也非常注重美白牙齿 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明星啊 一张嘴 都会有一口非常整齐又白的牙齿 那么在中国呢 很多人觉得牙齿疾病 牙周病不是真的病 比较忽略这个牙齿护理和牙齿健康 我周围认识的90% 中国人都没有定期去牙医诊所检查 以及洗牙的一个意识和习惯 而且呢 在这里戴牙套的比重比较小 反而呢 小朋友如果他戴牙套的话呢 有的时候呢 会受到其他小朋友的嘲笑 这个呢 也是跟从小缺乏对牙齿保护的意识啊 以及这方面的知识有关的 当时呢 我去我这个牙医诊所的时候呢 我的牙医看到我的牙齿没有任何问题 之后呢 他非常非常的惊讶 他觉得我的牙齿非常的好 可能呢 我猜测大多数人 他去牙医诊所呢 是当他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他如果有虫牙 需要补牙呀 或者需要拔牙 他这个时候呢 才会选择去牙医诊所 这一点呢 跟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 中国的牙医诊所 你可以提前一两天预约 你就可以去洗啊 那么在美国呢 一般来讲 你是提前六个月来预约下一次的洗啊 有的呢 是你至少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牙齿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自己的牙齿健康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中国和美国洗牙的一个区别 你如果喜欢我今天视频的话 就请给我点个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对吧 这些东西 跟明镜山脱子 assim 呜 你 ある